当你如往常一样登陆,却发现这已不再是你熟知的游戏。 唯一可以信赖的只有自称管理员小姐的神秘人物,也就是我啦。 舰长跟我一起在崩坏3的数据空间中穿梭,寻找造成诸多异常现象的幕后黑手。 不过结局总是好的,多亏了舰长,我们总算是修好了崩坏3。 现在回想起来,这时还真是发生了不少事情呢。 对了,舰长想知道小爱将们是如何诞生的吗?活动中还有哪些小彩蛋呢? 为此,我特别采访了本次活动的开发组,今天就来一起聊聊背后的设计思路吧。 还记得刚进入活动时,那个散落着破损零件的黑色空间,好不容易找到出口,却又来到了到处亮着红色紧接的故障剑桥吗? 当时的情况确实有些棘手。 为了表现出从数据损坏到修复完成的不同状态,场景组决定使用三种不同的色调作为每种状态场景的主视觉。 同时,跳脱出光污染和数字几何体,这类对数字空间的固化认知。 通过主建筑的不同形态,配合二进制的运用,来突出和强化数字空间这种虚拟的感受。 在数字空间中,我们遇到了性格迥异的小爱讲。 活泼可爱,有些脱陷的爱讲。 脾气暴躁,但很勇敢的爱讲。 没有自信,随时保持冷静的爱讲。 其实,他们的设计灵感都来源于一个偶然的念头。 既然有大家都熟知的第一偶像爱讲,也有我这样的存在。 那么爱讲是不是还拥有其他不同的可能性呢? 这些可是关卡策划在公司整个活动时所迸发的灵感。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其他小伙伴的支持。 被一群可爱的爱讲包围,想想就很好玩呢。 于是,崩坏拯救日志活动的开发也由此展开。 IP设定上,小爱讲不同的性格,来源于在制作过程中捂为他们上传的不同的性格侧面。 让他们拥有了某个方面的特长。 在为小爱讲设计技能时,策划首先考虑的是玩法的有趣性和可拓展性, 然后再根据他们的性格进行分配。 比如,火炮在战斗中可以发挥实用功能, 在探索中又可以做破坏障碍物,开拓未知区域的设计, 玩法上丰富多变。 而火炮给人的感觉是热烈的,和爱讲的性格特点适配。 于是,就有了现在舰长看到的样子了。 因为活动设定是在数据空间, 那自然,舰长也有办法从不同的视角经历一些熟悉的内容。 像是从奥托的视角感受发生在科洛斯堂的故事。 相信舰长也对此记忆深刻吧。 策划希望通过这种形式, 给舰长带来更新鲜的剧情体验。 同时也希望, 以一些非常规的方式呈现关卡, 体现出游戏中的游戏。 舰长以及管理员可以以一些意想不到的方式干扰游戏。 比如用管理员权限, 把贝纳勒斯变成人偶贝纳勒斯。 在整体设计活动的过程中, 策划希望能突破以往各种玩法独立的模式, 将主线、探索、解密、挑战等融入一个整体, 为舰长带来更连贯完整的探索体验。 比如,此次挑战关的解锁, 特意做成了像是写代码过程中突然出现了bug的样子。 全屏报错界面,增添了不少紧张的氛围, 和整个活动调性更为搭配, 也给整体叙事增加了变化。 除此之外, 为了能让整个世界细节更丰富、立体, 策划也加了些小彩蛋。 比如,在通关某些剧情后, 出现大厅中会出现一些可以对话的角色, 以及三个小哀将的互动对话。 不知道舰长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内容呢?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分享。 好了, 今天崩坏拯救日志活动揭秘环节就到此结束了。 开发组成员们还特意留言, 说他们会继续尝试做更多有趣好玩的活动内容, 给舰长带来更多惊喜。 就请舰长拭目以待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